艾多梅是叫它finezyme 在外面的市场上都会叫它enzyme 就是消化酵素之类的 但是我们这边是叫做finezyme 等下我才会再详细告诉你们 艾多梅的酵素是有什么 我们先了解什么是酵素 酵素是什么 那我自己本身在准备资料的时候 我就去wikipedia 到场我都会去wikipedia了解一下 在人们或者generally 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就惯例的我也是去找酵素 它是这样子写 它说enzyme它是一种protein来的 它是来担当生物催化剂的蛋白质 听起来就觉得很深 好像在上科学班 所以我就继续地去详细地去了解 那什么是生物催化剂呢 它就是利用我们的生命系统 或者我们生物系统 或者我们其他部分 我们身体上的其他部分 来加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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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反应 我们的催化就是可能 等下我会再详细说 就是那个大分子 跟小分子的那个过程 所以 它就是一个 process来的 它就是 enzyme就是一个protein 它是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系统 来催化 就是speed up 这样子讲你们可以明白吗 这个是wikipedia的版本 所以我就去找一些比较我们普通人会比较了解的一种讲法 不然的话我自己看到我自己都会不懂 看了好像那个字放在一起 我根本不明白它在讲什么 所以我就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 让大家更加的去明白这个酵素 酵素它是一种活性蛋白质 就是我们每次听到的比如说益生菌 活性 良菌这些东西 就是alive的 这个protein它是alive的 活性的 然后这个酵素呢 它在动物也有的 动物的身体里面也有的 人体也有 然后甚至植物也有这个酵素的 然后它是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人体缺乏了这个酵素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消化系统崩溃呢 然后我们食物不能够化解 不能够去消化的时候呢 不能够吸收营养呢 那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很难再维持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 酵素的身体呢 它是来帮助消化 帮助消化就是digest 主要它的功效就是来消化我们的 我们吃到的东西 它就像一把刀 把我们所吃的东西 从大切成小小个 就是从大分子的食物变成小分子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 我们系统里面的一个因素 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人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身体会制造那个酵素的嘛 我们人体都会制造这个酵素 但是我们当我们的年纪 一天一天的老化的时候呢 我们的酵素分泌就越来越少 当消化分泌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会 慢慢我们就觉得 以前我们吃东西没有问题啊 如果现在我们吃多一点东西 肚子会脏啊 或者肚子会不舒服啊 然后会觉得 整个晚上肚子咕噜咕噜不舒服 好像它还在消化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酵素分泌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 当他们开始检出酵素 了解酵素的时候 他们就不停的在治疗了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人体的那个系统 我们形成代谢慢的时候 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的 好好的消化好好的代谢的话 它就会残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会造成很多的疾病 所以如果我们不只是在年纪长大 不只是年纪已经越来越大 我们这个酵素分泌会少 注意一下当我们暴饮暴死 或者我们睡眠不足 还有环境的影响 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 制造那个酵素的数字 也是会影响的 那个量也是会影响的 以前我们在疫情之前 可能我们都很常会去补费 去吃大餐吃补费 去吃火锅 这些东西 它是给我们的消化系统 是负担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没有去考虑这么多 因为我们想到吃了就算了 但是慢慢当我们的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不行了 好像我去吃补费 好像吃一点点就饱了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酵素 已经是大到它的那个 差不多了 它不能够再制造给我们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需要补助 那个酵素 那人体有两种酵素 我现在才真正的去了解的话 原来有两种酵素 身体是自然产生的 然后一个叫做代谢酵素 那这个代谢酵素 就是好像就是形成代谢那个代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化酵素 然后在我们看来 消化重要还是代谢重要 你们认为呢 你们认为哪个比较重要 消化重要还是代谢重要 代谢就是metabolism 去把我们的糖去process 其实代谢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消化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代谢 它才能够把我们吃的东西 变成能量 然后形成代谢 就是形成代谢快的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容易肥胖 然后不会有肚难这样子 就是形成代谢的重要性 就我们在看这个对比的话 代谢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 所以为什么一生都不建议我们 晚上的事情 好 OK 那么最佳的状况呢 最佳的状况呢 在我们人身体里面呢 那个酵素的那个亮度呢 是怎么分呢 是七三分 意思说 70%流来做代谢的工作 然后30%来做消化的工作 到这里你们OK吗 意思说 每一天我们的人体的酵素 它生长 生产的在我们的身体 就是固定的 比如说100%里面 100%里面呢 最好的状况呢 就是30%去消化罢了 然后剩下的要留给代谢 但是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习惯 我们可能暴饮暴食 或者我们吃东西很快啊 没有消化好啊 这样子啊 所以是变成是很多的酵素 走去消化 做消化的工作了 所以变成是代谢的工作 就缓慢或者是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 呃 呃 就是 sorry啊 就是当我们把食物吃到很快 吃到很多 吃到太 比较多solid的 较少水分的东西 还是怎样 我们的身体是它的那个负担 就很重在消化 到这里你们OK吗 OK吗 OK OK 那么呃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们也是来看一下 是否你们在这六种生活习惯里面 导致食物分解困难 你们到底有没有啦 就是导致你们的消化方面 有困难的 就是有这个六种不好的习惯 你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啊 就是吃东西太快 我刚才我讲的 比如说今天你要上班九点钟 然后现在是八点半 你到了公司的附近 然后你就买了一条油条 然后又买了一杯豆奶辣的 油条被配豆奶辣 所以到办公司的时候都八点四十五分 你就赶快就吃油条 然后又一口的就把那个豆奶喝完了 然后九点钟就开工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自己本身可能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在上班之前就是想尽快的把早餐吃好 吃东西太快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把它咬到很碎的时候 我们就会导致我们的消化系统负担 它就很重 它就去把那个酵素去分解你的食物咯 但是你就没有做过的酵素来去做代谢的工作了 刚才我说的就是聚会咯 我们吃到大餐后咯 就是可能你我们去吃buffet 吃stimble 还是以前我们有去喝喜酒 就我们吃了大餐之后 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消化系统也是会受到干扰 如果我们没有做过酵素的话 第三就是老人家咬不动东西 这个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老人家到一个年纪 就像我们自己 到一个年纪我们的牙就不强壮了 不强壮了的话会脱落 对不对 或者不好了 不烂了烂了就要发掉 所以我们就要带假牙 当我们带假牙的时候 很多他们的经验就是说 就很难咬比较硬的东西 也很难缴碎比较硬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老人家他们咬东西 不够细的时候进到去的时候 就好像我说年纪大了吗 酵素少了吗 所以他又消化不到咯 所以老人家很多都会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都有这个问题 然后可能就有胃病啊 胃爽的问题 因为食物没有完全的被消化掉 然后这个呢就不是生活习惯啦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那个食物没有办法分泌 就是口水分泌较小 较少啦 就是有一些人的口水呢 他是 就是普通人是会分泌那个口水来去滋润跟融解食物的嘛 但是有些人他的口水分泌是到一段 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少的 所以当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 他就没有办法去 口腔里面是会剩下一些食物的嘛 可能我们吃了午餐 没有办法的马上去摔啊 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口腔怎样都是会有一些留下来的食物啦 所以如果呢 我们的口水分泌多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融解这些食物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样这个食物就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 然后会 会当我们吞吞吞的时候 他就会下去我们的肠胃 没有被分解到 OK 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啦 就是他的名称呢 就叫做吃饭干涉胃分泌 比如说我起初的时候 我也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说我们吃饭 不一定是饭啦 我们吃我们一个牛啦 一餐东西的时候 我们跟喝水的时间 没有很好的分泌 我自己本身在面对胃病的时候 一段时间 也看了医生 也看了一些中医师 他们也是有给意见 甚至说吃饱东西呢 就不要马上喝水 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停货啦 吃饱之后呢 最佳的时间呢 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喝水 如果是真的是想喝的话 就是一小口啦 就不要喝一大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喔 比如说我们是吃的快餐啦 我们就是有汉堡啦 有薯条啦 有汽水的 就是把它一下吃完进去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的消化系统 非常的困难的 所以其实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呢 我们喝水的时间是要有分泌的 这个会帮助我们的酵素 它很完善的去工作啦 如果我们把水喝进去 就会打乱它的节奏 所以我们记得吃饭之后 不要马上喝一大碗汤啊 或者喝一大杯水这样子喔 慢慢喝或者是隔一段时间再喝 OK 第六呢就是如果我们 它是这里是说个性容易紧张啦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 比较stress的environment啦 如果可能你工作 或者是你在生活 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你的酵素呢 它的它发出来的那个酵 也是会受影响喔 所以我们要每次 尽量的保持平静 OK 要登上喔 要静喔 OK 既然我们的身体可以制造酵素 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呢 就好像我说呢 就是我们食物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解 OK 不容易消化 然后如果呢 每一个人都这样啦 OK 每个人就是这里说的 就是我们吃喝都是 做洗就是很正常的 OK 睡眠也是时间到了 也睡了 吃也吃均匀的食物 吃的东西也是咬碎碎的 然后才慢慢吞 然后吃到七八分饱呢 就是不要感觉到饱才停 就是还没有感觉到饱就停了 就是七八分饱的时候呢 就停了 还均匀是取各样的种类的食物呢 保持运动和健康的习惯呢 也许你就不必补充酵素了 OK 我在做 在问在做的 我们有大五个人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就是吃又正常 睡又正常 吃慢慢的缴睡了 有那么多时间嘛 我们现代人好像很难啊 所以是我们 就一定要补充这个酵素的 OK 我们很少人可以做到的 这个事情 OK 那么 现在我 想到艾斗米的酵素的时候呢 艾斗米酵素里面呢 它一包里面 一小条它是两颗 这个资料有说到它是用了 里面有30%是那个 free-striped的 pineapple powder free-striped的 然后它呢 它这个 这个艾斗米酵素呢 它不只是单单 只是给你酵素 它有酶 它有很多鼻群在里面 然后它可以平衡 我们的代谢和消化率 刚才我是说到代谢嘛 还有说到消化嘛 那我们觉得 我们每次都不够用嘛 所以当这个酵素呢 我们混进去的时候 它有那个作用 帮我们去平衡 就是消化消化了 代谢代谢的 有帮助消化 也有帮助代谢 OK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 因为它有9种酵素 我觉得有一种都很精很厉害了啦 所以艾斗米是非常的棒 它把9种的酵素 归纳在这个艾斗米酵素里面 OK 酵素本身呢 它也叫酶 它的名字 如果你去谷歌翻评的话 你打enzyme 它会出个酶出来 所以它酵素也是叫酶 所以在这个艾斗米的酵素里面呢 它有包括电粉酶 蛋白质酶 脂肪酶 纤维酶 骨糖酶 蜂蜂蜂 蛋白酶 这是其中几样的 所以它这个 这个动力蛋白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天然抗生素 就是Natural Antibiotic 所以当孩子上风感冒的时候 不妨给他吃一个 这个艾斗米酵素 因为它里面 有这个抗炎 这个天然抗生素在里面 那9种消化酵素呢 有9种 这个9种消化酵素呢 你看啊 它有这个电粉酶 就是消化电粉的 蛋白酶 就是消化蛋白 就是可能鸡啊 鱼啊 都是有蛋白的嘛 有蛋白的东西 它就是能够把你消化掉 然后最重要的 对我们 想受生想减肥的人 脂肪酶 OK 脂肪酶呢 就能够消化你的脂肪 OK 消化你里面 体内吃到的东西 有油的 它可以帮你去把它 消化掉 然后还有一个纤维酶呢 纤维酶就是把大的东西变小了 所以 它的名字纤维 就好像Fiber 这样子的意思啦 但是 就是 就让你们知道啦 就是可以把它分解 去变到很小 很小这样子 容易吸收 所以我们那个 它消化了之后 我们就容易的去去取它的营养 那个产品的营养 那个食物的营养 然后第五呢 就是这个乳糖酶 其实乳糖酶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 他们就面对这个 对牛奶啊 对牛奶啊 的一种敏感还是怎样 或者没有办法消化 OK 不是敏感啦 就是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它就 它这个乳糖酶呢 它就是可以去帮助消化 所以有些人 他们不知为什么 喝了牛奶 它也没有怎样啦 可能就会 肚子胀 或者是 很恶心 这样子 所以有这个乳糖酶呢 就可以帮助消化这个 黑糖酶 然后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 鳳梨蛋白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 Bromelan 你们也是可以去谷谷 Bromelan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有很多 很多产品 他们都有回纳这个东西 就是它有一个抗炎性的一个 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 Anti-inflammatory 就是抗炎性的一个 酵素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胡糖 淀粉泥了 就是去消化糖分啊 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个是 酸化铭跟乳酶 所以我们可以 看得出公司的用心啦 它就是把各样的酵素 放在这个产品里面 然后我们就统统了 又买一个是去消化脂肪的 去买一个又消化什么的 这个就是全部在里面了 然后加上有那个风链蛋白非常好 OK OK 这样我们要讲吃呢 一天一包啦 一天一包 然后如果是减肥者的话 就是饭前的30分钟就吃啦 如果是你吃大餐后啊 还是去吃了补饭啊 还是怎样啊 你就来一包吧 就来一包 如果是普通使用者 就是每一天你都在补充酵素的话 你就是饭后的30分钟 吃下去是最好的啦 让它能够跟我们的体内的酵素一起工作咯 这样就 然后 然后 最后呢 就是要提醒啦 因为这个酵素呢 它是掉了的 所以是如果我们的饮食 如果尽量我们能够真的是 如果是我们要吃很多东西的时候 还是什么 我们就 尽量了哦 尽量把它搅碎一点 才掩下去 就是 咬碎它 把它不要 不要就是 但是有些人就说 我们就是好像吞东西这样子 换一句话就吞下去这样子 其实这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所以 这样子呢 就会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身体系统的负担 我分享这个酵素是大概到这里 但是 请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我做那个比较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在搜索那边提出来哦 大家有问题吗 OK 没有的话 Amy 我继续啊 继续 OK 那么 不好意思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们可以问先 然后我们等一下Q&A 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回答了 OK 那么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酵素和益生菌的差别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哦 OK OK 我就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跟你解读 酵素跟益生菌的差别 因为有些人在吃出益生菌 然后说 难道我又要吃酵素吗 OK 所以是我们首先要把消化道呢 消化道就是包括 包括这个我们的胃啊 肠啊 这个消化系统 我们把它分成上游和下游先 上游呢 就是 负责分解消化 就是酵素的工作咯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酵素 下游的呢 下游的工作就是吸收跟排出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益生菌 所以大概可以catch到嘛 就是比如说下雨嘛 下雨 下雨 水流去河 河就是当它是上游啦 OK 然后它过后呢 它就要下游去大海啦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啦 就是先分解消化 然后吸收排出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分解 没有就没有得好好消化咯 没有得好好消化咯 怎么吸收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吸收 我们吃 叫做什么 什么鲍鱼 鲍鱼 就是说吃鲍鱼什么燕窝 我都没有用 因为它没有好好的去分解和消化 你就没有办法吸收 没有不得到那个好处啦 所以我们就必须 有上游的健康 下游也要健康 我们的河流要干净 然后我们的大海才会没有污染 大概这样的一次啦 我大概给你们的概念 酵素和益生菌呢 都对消化道都有帮助的 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会比较清楚 知道那个分别啦 所以如果有朋友问你 我会想问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OK 到底什么 到底怎么去解读啦 酵素的重点是分解 消化食物 益生菌是协助吸收排出 然后 因为菌种很不同嘛 所以益生菌是 都还有它很多样性的功能 OK 然后我们就 下一次才详细的在讲益生菌 就是你们可以明白了 就是一个消化 一个是吸收排出 很简单的 OK 那我这里是大概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就是那个酵素跟益生菌 它的属性 酵素它是蛋白质 它不是微生物 它是蛋白质来的 然后益生菌呢 它是个微生物 微生物我查了 它的意思说 眼睛看不到的organism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微生物 反正菌这样子 就是叫它微生物 OK 然后它们两个的物质 就是活性的 活性的 OK 然后它的功能呢 刚才我也讲过呢 酵素呢 它就是来分解食物 然后帮助消化 然后益生菌呢 它就是来 排便 排便顺畅 排便菌的生态 OK 然后 最后呢 我想再讲一点点 就是 爱多米的5-Enzyme 它这个 9种 酵素里面呢 它也含有B群 就是Vitamin D1 跟Libotin 它有加一个Panthotanic acid 这些东西都是 很 注意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消化 然后把我们消化的东西 变成能量 好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这里 谢谢大家